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乖乖羊 他在学校里一和小朋友发生矛盾 就要找山羊老师哭诉告状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故事的名字就叫跟山羊老师要抱抱 有YY2关键期早就要项目组编绘 棕匠策划,海豚出版社出版 在小太阳幼儿园里,就数山羊老师最忙了 这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乖乖羊 被乖乖羊喜欢上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因为乖乖羊无论遇到什么难题 都要找山羊老师来帮忙 排队做操的时候,因为抢着站到最前面 YY2不小心踩到了乖乖羊 乖乖羊哇的一声就哭了 山羊老师,山羊老师 歪歪兔踩了我的脚 没办法,山羊老师只好走过来 蹲下来给了乖乖乖羊一个长长的抱抱 山羊老师的怀抱香香软软的 乖乖乖羊在他怀里待上一会儿 就会觉得什么委屈都没有了 又会露出甜甜的笑容来 可是有一天 会让山羊老师很忙很忙 微微龙,歪歪兔和小伙伴们都七嘴八舌地批评起乖乖羊 乖乖羊好难过,他的眼圈都红了 不过,他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 山羊老师都是因为自己才扭了脚 自己一定不要再动不动就哭了 所以,当笨手笨脚的小乌龟做手工 弄脏了乖乖羊的裙子时 乖乖羊的嘴巴刚裂开,又闭上了 他想了一想,对小乌龟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当调皮的微微龙闹着玩 挥着乖乖羊的布娃娃跑来跑去时 乖乖羊的嘴巴刚裂开,又闭上了 他想了一想,对微微龙说 你玩吧,玩好了记得还给我 下课了,为了先坐上转转椅 大家都一窝蜂式地奔向操场 微微龙和小老虎还推推嚷嚷 都快要打起来了 小老虎的胳膊肘碰到了乖乖羊 疼得他眼泪直在眼眶里面打转 天哪,这该怎么办 乖乖兔正要去找山羊老师 乖乖羊却从转椅上站了起来 来,我把位子让给你们 乖乖羊说 没有坐上转转椅的小朋友 我们排好队等下一轮 就像山羊老师在的时候一样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乖乖羊 就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每个人都不敢相信 动不动就哭叫告状的乖乖羊 竟然像个沉稳的小指挥官 不过,只是过了一小会儿 大家就都使劲地鼓起掌来 鼓掌和还有从医务室里 一瘸一拐走回来的山羊老师 一见到瘸着腿的山羊老师 乖乖羊的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 他扑着扑进山羊老师的怀里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抱抱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小铃铛